為了要解決第二重心比的停車問題 保理政公司正出一千萬的經費 將會在保理高港的幾千萬元來進行 進行到跟停車委的幾位 但是保理高港選醫院學生小孩 上學校的幹爭委理由堅持來關注 方法醫院修學校的名義 來活動到學生的連續 直接跟政公司來搶劫 雷電中就以鄉約加速器的直接交通說 不理性幾十個通 就以鄉共調說這項家位完全合法 並且散步不願意來停止協助學校 本書的請問職業 在學校大門口白色補條 讓學生簽名連數 表達對政公司 將在學校維修外 危險停車家的家位的反對 就是說停車殼不要設在圍牆外面 太接近學校的地方 因為這樣空氣會比較不好 不過當記者順問學生連數的目的時 學校農書 求趕緊叫學生回去上課 如果先吃回去上課 我們不要給你 我看是讓校長來說就好 我覺得這個時間 我就遵照學校的決定 面對媒體的觀察 學校態度是非常鮮騰 學校採取如初犯罪動作 保理頂頂就義兄也交開記者會 公開向校長搶聲 我們沒有在三國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表達一下你們的想法 我們只是希望政公所能夠聽下來 聽下來聽我們學校的講 能夠尊重我們學校的數學 禮拜六 又把白布條掛出來 又動員學生來做連署 這種校長 帶領的學校 來鼓動學生 來 做這種民粹 來發動民運 來 用不正確的方式 來教導這些新興學子 我覺得非常的心痛 為了解割地理中心 北停車的問題 政公所價位利用 學校的維修化 所以保理又跟學校 公路用地來為設停車價 但學校認為 會影響學生上學校安全 以修好學校為名堅持反對 你3.8人行步道 你再畫一個停車位 這邊有9個的停車位 再過來的話 我們交通車是不是要停到中線去了 我們也不是說不贊成 也不是說不可以停 我們在側門到前門這裡的旁邊這裡 不要設停車場 問題是他都沒有接受 態度非常的傲慢 我們在8月份就開始 跟孫校長要約時間 一直拖到8月份拖到12月2號 才來開校務會議 校長的這種行為 這種刑事風格 這種霸道 不講理的這種態度 我覺得非常的不可卸 學校另外一個理由 是停車價位落在後 車輛聽風擺風飛機的 影響蘇生健康 所以認為這個理由太過禮貌 竟無法接受學校採用空間的手法 因為埔里的PM2.5已經指告爆了 你們交通車在這邊待 可能是10分鐘20分鐘 但是事實上它也是待數 所以你們的標準是在說 那個污染程度高跟污染程度低 就以鄉強調 如何發採這個壞看的局面 完全看校長用什麼態度來面對問題 即將歐洲上採訪報道 即將歐洲上採訪報道 就能三ра也要積警力在你的 你看到 totalmente